今天我們請到的是彭啟明彭博士為我們解讀聯合國第五份的這個氣候評估報告 也就是我們簡稱的AR5 那它是由IPCC是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 所最新所共同整理出的這樣一個科學的報告 那剛才博士已經幫我們解析了很多不論是在升溫不論是在冰凍圈的這個溶解 那在冰凍圈的溶解裡面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永動土層 現在的算升溫速度也蠻快的 我看到數據是大概3度C左右 這個有可能會造成哪些影響 其實那個永動土最大的麻煩是說 它今天這個永動土我們過去知道它裡面還有很多的甲烷 還有很多的植物會冒出來 所以永動土如果融化的越多 當然對於像高尾度國家像俄羅斯他們很高興 小優的土地可以用了 森林會變得更貓木是很好 可是問題就是說原來是白色的現在變成綠色的 也會吸收更多的太陽輔助 所以永動土的改變其實是除了海濱之外 是一個最大關授的議題它的加油會增加 那這次報告其實也看得出來 就是說陸地上的永動土的那個區域的上升的幅度是很快的 對好像比全球均溫都要來得快 上升來得快 例如說我們全球如果上升大概兩三度左右的話 那邊是六度 所以那個其實不過永動土的監測跟預警跟模擬 其實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它是涉及到生態的一個部分 所以其實在這次的報告裡面 它其實有把一些不確定性把它描述出來 那我們台灣其實因為雖然沒有在永動土的範圍裡面 其實這個其實是我覺得永動土的改變會影響到一個像高緯度地區的國家的發展 例如說像俄羅斯它就要去規劃重新規劃的國土 甚至有些在永動土地區的民眾 他的生活就會面臨到很大的衝擊 所以永動土這次的一個改變其實是又更明確的了解說 它的確它的速度是在加快 加快而且比別的地區都還來得嚴重 那再來就是有關海洋 在海洋這邊其實我們看到了幾種科學的發現 首先好像海水變得比較鹹 所以科學家就此推論說它的增生量增加 所以大氣中的水氣的這方面的運動 好像看起來就在濕潤地區的降雨 從1950年代特別是在北半球中緯度地區 有比較明確的資料說它的整體降雨是有增加 那海水變酸 那從PH8.2現在漸漸的 極有可能會在本世紀中本世紀末突破PH8 那再來就是海水的這樣的上升 在海洋這方面博士你們有沒有發現 哪一些是蠻值得跟我們聽眾朋友分享 第一個就是說 不是說海平面上升不是因為那個 冰河溶解 是因為溫度上升這才是最主要的一個因素 就是熱膨脹 熱膨脹 熱膨脹是最主要的一個因素 不見得是這個 當然啊 例如說喜馬拉雅山的冰原 其實這次報告對於那個部分又比較保守一點 再一份報告就大膽推出2035年 20多少年會全部溶掉 那就很可怕 但是喜馬拉雅山的冰原 要去估算它的量有多少 其實現在還有一些爭議 因為還不是很瞭解 因為它在很多國家的交界地帶 那現在來說的話其實 海 我們剛才講說這個冰川的融化 造成海平面上升的確是有 一定的比例大概兩三成左右 可是熱膨脹大概這次報告裡面 大概有三到四成 可能是因為熱膨脹所引發的 這次又是更為明確 上一份報告裡面 比較沒有在談這些東西 那另外一個是說 這個海水酸化的部分 其實阿甘剛才講到說 pH值只有零點幾的改變 8.2 一直降到 然後說不定到7.9 0.3 可是各位要知道這個pH值是LOG 是LOG 是10的時候 所以就是幾倍的這個意思 就等於說這個其實在海洋裡面 你pH值差一個0.1 這就代表是一個很巨大的改變 通常例如說 各位知道我們 家裡要是養魚缸的話 你那個魚喔 你要是不小心滴了什麼東西上去 或是說你加很多的鹽 你那個加一點點鹽 那個濃度的改變 其實那個魚類 會造成很大的巨變 所以這次來說的話 他特別提到這個pH值的改變 當然有可能是增散 有可能是說大量的冰源融入這個東西 但是最大的原因還是說 海水吸納了太多的二氧化碳 好 30%的二氧化碳會再融入在海水裡面 海水裡面 其實是在大氣裡面 所以這個其實就會造就成說 海水酸化變成碳酸氫 碳酸氫鈉 這樣的一個碳酸氫 這個其實這個量會增多 所以這個對於未來的生態 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那再來就是海水變險 或增傷量增加 其實在降雨這方面之前 IPCC有一份特別的報告叫SREES 它其實對於一些 我們過去可能在媒體 比較大家很容易去運用到的 就是譬如說颱風越來越多 或者是只要強降雨 我們就認為是全球暖化 它其實秉持的SREES 是屬於一種比較持平的一個態度來看 它有特別提到像是 極端的這種降雨 有好像變得比較頻繁跟劇烈 但事實上對於颱風生成這個 其實在這份報告裡面 並沒有很明確的指出來 這個跟人內活動有關 對 其實我們在台灣 最直接想到氣候變遷的 跟別的國外不一樣 國外 別的國家當然就是 溫度的問題 渦浪的問題 那在台灣來說的話 大家就習慣是說暴雨 暴雨會增多 或是說乾旱的情況增多 或是颱風的情況增多 其實這三個 是它的定義是 likely likely大概66 66的以上 是可能在某些區域是這個樣子 那整個來說的話 跟溫度的上升是那種 99%或是90%以上 是有一段差距的 所以這份報告裡面 其實對於降雨 我個人認為是說 也不能夠說 完全是沒有關係 因為這份報告裡面 它對於這種解析度 空間的解析度 它大概是比較寬的 大概是50公里 那50公里呢 對於台灣這種小尺度的地方 我們台灣到底是 跟這個有沒有影響 需要我們自己再做研究 再做探討 那這次來說的話 因為它的這個解析度的問題 它沒有辦法針對台灣 或是更小的尺度去做一些探討 所以它沒有辦法去做這樣的結論 它只能說是有可能 但是這個信心度 還沒有辦法那麼高 所以包含說颱風會不會增加 或增加或強度增加 頻率增加 或是說強降雨這件事情 其實它都是 有可能在某些區域有 可是有些區域也沒有 那乾旱的問題 它的保守度又更保守了 因為乾旱的問題 其實有時候是屬於人類的 操作使用水資源的問題 不見得是大自然的問題 所以在這方面 其實在這份報告裡面 特別是乾旱 因為它跟上一次那份報告 就是我們大家通常 現在已經有點變成 對氣候的可以說是嘗試 但是嘗試不一定正確 就是乾的地方越乾 濕的地方越濕 其實有點打破這樣的一個判斷 其實我看到他們對於2100年的預估 有一張圖很有意思 它是在整個低緯度 靠近赤道地區 跟兩極的附近的雨水水量都增加了 所以這其實我就 我馬上就想到說 我們原來靠近赤道地區 大多數很多地方都是沙漠 可能就改變了 那我一直在看台灣附近 其實我們這邊又剛剛好 介於那個地帶 到底有多餘少也還不知道 所以其實未來的情況 我認為是一個全世界資源再重新分配 有可能原來是沙漠的地方 重新變成雨林 是 整個會大改變 那我們在10月20號的時候 其實也委託婆婆社的團隊 那我們也請了蠻多的氣候專家 我們一起在台大電子文教基金會 我們的陽光國際的講師提案 在陽光界256號 有舉辦對媒體公民記者 或是對一般對這方面 氣候的問題有興趣的 那特別是希望能把它傳播出去的朋友們 有做一個叫做媒體沙龍 我們希望用一些 不能說這樣子多 就讓它更簡單的一個方式 請這些專家來幫我們做一些解憶 我們也希望大家對於氣候的認知 也不是走那種很誇張的很極端的 好像隔天就會世界末日 然後我們什麼都不能做 而是很客觀的來看待這樣的科學問題 當然很重要的也是 讓大家可以真正的正視這樣的一個問題 因為看起來這個速度 好像會比我們之前所評估都要來得快 特別我現在也是兩個小女孩的爸爸 所以自己也是很擔心這方面的問題 今天非常謝謝彭博士 謝謝 謝謝 感謝大家